歡迎來到逢星期五晚的動漫廢物電台的港曼咬借邦 大家收聽的方法現在正在做人就是在看Youtube 錯過了直播的就可以在Patreon聽我們的足本重溫 每個月都是五元美金 最後一次我們之前做了一集頭肚片 我們收到很多大家的反應和意見 為了證明我們真的有聽 我們現在改了這個版面 大家覺得我們有太少方法給大家付錢 他要強烈要求我們把帳號放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 大家就聰明自己好好利用帳號 好 節目開始我們先說什麼 先說課金 對 先說課金 那你就要給時間 大家記得在畫面的左邊 有Payme的QR Code Linkshi也會有Paypal的QR 即是要付錢方法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Payme也有 你不ScanQR Code的話 ScanLinkshi進去 你再卡進去 就是Payme 所以你可以Scan下面的QR Code 給多一次錢 ScanLinkshi 再在Linkshi裡面再Scan多一次的QR Code 再給多一次錢 再ScanPayPal的QR Code 再給多一次錢 即是再去入贈 不是Linkshi裡面的不是QR Code 你直接按進去就要付錢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一次過做第四個 四個 四個付錢的方法 一條龍服務 現在多方便 其實做一個恆生的 不如下次再做 真的 真的 有聽眾入過的 如果大家覺得 我們還不夠 我們再發掘多一點 Super Track 還可以Super Track 不然每個主持都 在JRK放出來 亂一點而已 玩Matrix 你是說的 我顯示亂一點 我以為你的數是亂一點 大佬 數不亂 數不亂 拿出來就不亂 以後的版面沒有任何圖 說不定的 每個人拍自己的提款卡 都放上去 好像Bingo一樣 用了它就會消失 這樣就可以放圖 等你寫 你們讀我看不到太遠 預記的課金 先讀大家姐細一 今集洞廢大家姐講古見同學 正所謂女神講女神 一定要聽直播 七頭我不睡都要聽 可惜Netflix的動畫未播完 進入修學旅行篇 對了 還有一個 飛 開來給你 開來給你 OK多謝 可以聽盡 我不會讀英文 飛跳 飛跳 洞廢和咬謝 YoutubeTed要撿撿 謝謝 我們會撿的了 今次的Ted第一個就是阿玄哥 我是新鷹的 一定是玄哥 你是新鷹 你是新鷹的 我們的Ted是放阿玄哥 今集沒有阿玄 今集沒有阿玄 OKOK 第一個Hatline是阿玄 第二個Hatline是賊無此人 大家好我是Sunny 大家好明知 師弟 DK 新鷹 好厲害喔 這麼久沒回來做節目 都會回答嘴 是啊 兒女大了 好啊 開始說什麼 我想說中華英雄 有沒有圖 好像沒有那個 有 我有放過一些 但不知道不是你說的 中華英雄 你講著 誰是中華英雄 這個 沒有金旗 哦 是 中華英雄 來吧 哎呀沒有金旗 我們上次講到哪天有沒有印象 嘩 完全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講到去紐約沒有 應該講到的 因為好像說研究過那個港口 我記得 其實他也是跟著 舊著去的 去到紐約 然後我就賣了金太寶他們 之後中間也經過一些劇情 例如在兄弟幫手上 救回木修羅出來 那些事情 那 因為其實 兄弟幫和那個 黑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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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龍司令 我忘記了 他是黑龍會 是黑龍會 他們是欠地盤的 他還未是黑龍司令 他們就要決鬥 然後 因為他裡面 這個是新住家 就幫兄弟幫的十兄弟 就是加上一個背景 就是說原來他們是同一個老母生的 那時候 他老母原來是被困在孤兒院的一間 一間 一間 專生產孤兒 他是私家雞來的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就不斷被人搞 接客人 然後就懷人 生小朋友 但他沒有說到為什麼 生小朋友會有二能 他只是練習而已 那些 這麼有趣 在孤兒院 沒有人教 沒有資源 然後就無端端 又可以練到一堆二能 照道理來說 他們應該是義父同母 所以 很有可能他們的二能 是維持著老母 老母 好 十個都有 應該是老母多 相當老母是遺傳不同的二能 那為什麼不可以遺傳不同的老爸呢 來自 但是你要有十個有二能的老爸 應該是難過有一個有二能的老母 但他老爸的數目是幾何級數來的 會不會有機會率會大一點 你想想 你在一堆人找十個老爸 是有二能 還是容易一些 還是找一個老母有十樣二能 集中一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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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容易 我覺得就是 在大喇針 不是 那是什麼 叫做 呃 呃 總之發散來找 因為我覺得 老母有沒有二能 只是55% 但是一次有十 如果你老母只有一約二能 就有50% 如果你有十約二能 一個集中在老母 你聽我解釋 老母的體質 是能夠生有二能的小朋友 但是那個二能是什麼呢 就在老爸那裡蒸了 噢 噢 溝下去的 就是老母就是蛋糕了 你放些什麼調味料下去 就變不美味 老母是個名底 對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了 終極物法女性 黃魚就是這樣了 黃魚就是這樣了 直播都停了 大哥 這樣就說回十兄弟的背景 所以他們 因為其實 搞那個孤兒院的人 其實就是 金太寶的老爸 金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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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金龍頭 所以他們就要找金龍頭報仇 為何兄弟幫一直會追著黑龍會來打 然後他們就 剛好被華英雄發現了 原來 金太寶他們其實是混蛋 因為他們想著 在另一邊線 他們想著殺鬼僕 他們知道這件事 本來他們想著走 但剛好就碰著 這個兄弟幫和黑龍會 那個大決戰的 那個晚上他們走不及 所以金太寶捉了一些人 那個是甚麼 糟了 現在忘了 那個肥佬 那個老爸 道理神長 那個是生盧 生盧 那是誰的肥佬 別說那麼多肥佬 林曉峰 林曉峰 抓著了生盧 然後 所以就威脅華英雄 他們又要幫忙 所以本來就有華英雄 《再戰狂十二》的一段劇情 但是打了幾次之後 其實金太寶也是要自己下場 其實我最想說 反而去到今期 對不起 我想先說另外那張 《雄十二》那張 不好意思 整班都發狂的那張 他在那裡很夠笑的那張 不是這張 不是這張 好像是 有的 我有scandal 但可能沒有下載下來 兩敵 不要緊 先說 他本身就說 康十二和金太寶就打了幾次 然後康十二就說 因為他其實反而是十兄弟的精神領袖 因為實際的大哥 當然就是碧木金剛 他是最小的 他能用到整個兄弟幫的士氣 一個人 然後 他今期就說 他跟金太寶打的時候 就突然間 發號司令 就叫十兄弟一起圍攻 金太寶 出現了我們現在畫面看到的這一頁 其實我覺得 金太寶畫的樣子 是狂氣出來的 但是是走樣子 如果跟之前的康十二比 噢 OK 跟之前的康十二比是走樣子 我剛才好像說錯了 金太寶 所以我在想一下 那個康十二是走樣子 跟之前的康十二 是走樣子 還有我自己在揭書的時候 我突然揭到這頁的時候 我突然揭到這頁的時候 我不是揭多一頁嗎 好像漏一些東西 對 好像不是很配合之前的頁 完全有這個感覺 因為舊主那個 當然是 現在身處加了很多東西 但是本身 狂十二那個性格是 他狂不是因為 因為他的性格很瘋 或者現在你看到畫面 是一個好像很 很瘋爽 很瘋爽 狂是因為他 對 他是可以為了 跟別人比武 之類 他可以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但是這一刻看下去 他好像整個人的性格不同了 然後同時間又搞到其他兄弟 好像都 踢了東西上了電 好像中債毒 對 這刻是有一點點凹凸的 當我看的時候 我都好像SUNNY那一刻 我是不是揭少了一些東西 因為以前在舊主的康十二 雖然他是敵對 但是你不覺得他是邪惡的感覺 他有一點懂英雄 對 他真的是為求武而 所以 那種狂是因為 想追求武術的巔峰 那種狂 但是從來都不是邪惡 或者跟著那些 但是現在的音樂 好像突然間入了魔 那種感覺 那樣 我最初看到那幅圖的時候 我都覺得 這個 是誰 很想像不到 在我們看舊主的時候 那個狂十二 同時其他兄弟好像中了毒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本身是想說 他鼓動到他們那種士氣 但是這一格是來得很突然 然後他鼓動到士氣 他們兄弟就維舊 甘泰寶 因為其實舊主在這裡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死了 其實是十雞弟 那時候是死正兵目和他 所以本身是沒有這個十兄弟圍攻陣的 他們今次伸算 就調節了一些 加回一個圍攻陣給他 那本身沒有所謂 但是之後他們的圍攻陣 我本身好像是十兄弟圍攻陣 就是你圍調 在中間十個去打他 我小想不到他是人形五公來的 最後是 因為上一期是說 我忘記了 冰子可以說回頭試的圖 那不是 信封二嗎 信封二嗎 他在那裡賭馬 他在說號碼 一線七九 就是在說四個 三個人去圍他 是暗號的 震法的一種 其實那個表達我是覺得 挺好的 當然 香港人看來好像他在賭馬 但其實本身的意思是挺好的 而且他本身補完十兄弟的背景 我也挺喜歡的 但反而今期這幾格 我是真的覺得 把之前放下的東西好像有點破壞 其實他之前十兄弟的背景 也有人挑戰過 我到底他媽媽的那個 雞豆的設定是否正確 因為他媽媽的雞豆是一間 在孤兒園旁邊的 一間木屋裡的殘破雞豆 那這些 這樣的Up dup 雞豆 會不會生一個顧客名測呢 通常會有顧客名測的就是很高檔的 私人會所才會 這樣 那這些Up dup雞豆 就放下35 45分鐘下樓了 對呀 我真的不知道 是我怎敢回答你 我也不知道你講笑 雖然我是新族 但是我也不敢再回答你 這都是Up dup 雞豆 放下35 45分鐘下樓 那是去私人會所才是登記然後月潔的 所以這個設計本身有點奇怪 然後他媽媽一個生了10個出來 我當他媽媽生完就馬上再被人搞再戴肚子 那你要連續生10個 你要懷孕100個月 我當9個月生了你也要懷孕90個月 那裡是8年的時間 原來那一輩雞刀是專弄大套婆的 所以你以為他是假裝低級的 其實他是故意迎合有錢人的口味 把他弄成木屋有聲音 所以他本身是主題來的 可能在旁邊是有地鐵和其他主題房 也有人在這個角度設進去挑戰 到底他這次後補的設計夠不夠仔細 我大致上都覺得這些都可能是一些沙石位 但是我不是很在乎的 但是好像袁哥剛才所說的 就是之前那幾期 信鋒義在那裡指引他們怎樣去出手 或者什麼時候進退的時候 其實是有些陣式在那裡的 但是去到今期他們10個唯一個的時候 就是狂十二在頭 其他那些跟在尾 但是你說你人形不攻 又由最後的全攻傳到他 集中在一輪 我都叫十個人的攻力集中在一輪 一輪劍 一輪劍 為什麼一把劍 對不起 粗就是一輪 西洋劍原來不是一輪 但是這裡他們十個又不是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這件事就有點膠了 而最膠的部分是 金泰寶對抗他們的方法 就是以他又未練成那個什麼 四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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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純粹是用前奏 從下而上就一下子 放上去 然後在尾那八個就一獲就死了 這件事就交到無倫了 你想想如果不幸運的話 有一輛車撞過來 他們就死了 其實這個是中華英雄 其中有一招人形坦克的相反 人形坦克是打橫的 三個人圍著 他現在把他做直彈給你看 這個是人形列車 所以這件事就有點交得來 而且我覺得浪費了 本身你劉十兄弟 然後再幫他們設計陣法的想法 所以今期打出來 我是覺得不好看 我有點失望 然後還要金泰寶這樣對爆了 其他的八兄弟 然後狂十二和碧木就離開了 因為舊主狂十二應該是死在這場路 在這場路死的 應該是死正擠木 但是這裡連狂十二條命都留了 然後他們離開了 然後巡交就結束了 我看著 有十個人本身就是人多打人少 然後他們無緣無故組成人形列車 被他們在車尾裡一摸到鳥之後 就落荒而圖 我看著這兩個就是萬克頓市最大的黑幫 難怪卡士集團可以青紅這個美國 我看著我整個感覺就是覺得很奇怪 沒有啊 都是之前跟我說 這一集是破壞了之前的鋪牌 也浪費了 因為舊主裡面的細節我真的不太記得 但是其實這一幕是把之前他們鋪牌的什麼陣式 就是好像有些新一些的東西 感覺看上去是不錯的 但是一下一下就破壞了 浪費了之前鋪下來的東西 你還要特地改到十兄弟不是一早死了 還可以一起合作打一場的東西 但是最後出來的情況只是這樣 他只是好像改 他可以改多些 但是他現在就是 原來都是要死的 因為他改之餘 他又想跟回 有些東西跟回 如果我記錯大家可以再看 我記得舊主也是用這招 是一陸 招起了一群 是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他不是之前死了幾件嗎? 舊主好像在教堂那段已經死了 那些人 即是這一招本身都是收尾的 我記憶中的 但是因為他真的太久了 我真的不太記得 那我自己覺得有點浪費了 還有因為 我覺得之前那兩期 當他在醞釀戰鬥 還在打大運戰的時候 阿寶的處理是還好的 那反而去到Final Battle 十兄弟打金太寶的時候 阿寶給我的感覺就是 分鏡那裡有點覺裂 然後最後這一招 整件事很兒戲 然後這件事好像很草草落幕 如果你本書是跟我說 你28期大結局 那你今期26 所以你這樣安排我 我更理解 但是你又不是 那我看著做什麼 你又不是不可以寫長一點點 會不會真的啊 你的死人口 不是吧 怎麼知道 你的臭口 就算是的話 這一幕 我當他的故事安排 都要說他們 一窩熟死 但是 現在是死得太過簡單 但是你之前鋪到他們 又有陣式又有性 好像剛才所說 很厲害的嘛 那最後死的那個死法 那你跟之前有沒有陣式 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陣式都可以的 你要壯觀的 十個一起上吊 就壯觀過現在這個 八個夠吧 八個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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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太夠了 八個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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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夠了 有兩個人沒有死 這樣才夠壯觀 現在有點矇頭射尾的感覺 對呀 你之前鋪到那麼多東西 還加了陣式 大家是覺得合不合理的 看什麼人呢 我本身只是說這十契弟 我本身是挺喜歡他這個鋪排 是的 我也是 因為我經常在記憶中的 鋪著他開頭出場的人 很多都是出來兩下就收皮 就令到那件事好像很露人 但是現在這個做法 就好像會給一些背景或者性格 多一些描寫 令到整件事好像會立體一點 其實也是的 因為以這一段劇情 《十兄弟》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他不是那些走起經過然後轉頭死掉的 但舊主就變成了感覺好像不是很重視 這一類的角色都放在這裏 因為我記憶中他們好像都是 那個是不是鐵螳螂 還是什麼鬼開頭的那個保鏢 都是那些出兩下就死歸了那些的印象 雅同 那個人開邊欺負那個是不是 舊主兵木金金就最遲死了 但其實都是很契弟的 是的 其中他們都是十契弟的 還有我自己會覺得 中華英雄我看到現在的話 他打了兩場是比較大型的戰鬥 龜島和這一場 兩場的尾都是收得不好的 我認同 那我想一下寶在這方面 可能要想一想他 怎樣安排整個節奏 還有 sorry 袁家寶先生應該要想他 你跟他很熟嗎 不熟不熟沒有交心沒有交心沒有交心 跟阿寶沒有交心 不熟但是有交心 不熟沒有交心 不熟又沒有交心 很熟但是沒有交心 那沒有問題 但我跟阿寶是不熟又沒有交心 又說阿寶 我跟袁家寶先生 很亂啊 我覺得袁家寶先生要想一想的就是 怎樣安排節奏 還有反而會不會你前期反而削一點點 擺重在Final Battle那一刻 可能會好一點 是啊 如果前面鋪得很漂亮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但是你尾到最後爆發的時候 居然是沒有了 然後就覺得 看那個就好像很奇妒 突然間硬直了那一道氣 然後回到肚子 出不來 是頂著頂著都不舒服 照氣不順呢 是啊 另外還有一段戲 就是因為金龍頭跟歷千鈞相認 就跟他說 他只是 不是 我是你的爺爺 公公 公公 然後 當然了 是誰呢 早兩期 好像是Man哥說的 就是因為金龍頭掉過相架 還是歷千鈞掉過相架 歷千鈞掉過相架 他真的整個相架都掉下來的 他不是那張照片 他是連架也帶出街的 他大力的 你帶個相架出街也不方便 你掛在心裡 真的擋子彈 那一刻就突然 那一刻就突然 他只是整個牌撈在那裡 像項鍊的狗牌 就當佛牌用 你不要捧著前面就可以了 他掛在鏡頭什麼 然後他們相認了 然後他們相約了之後 會再見面 金龍頭就叫他的手下 就要刮 大害 不是前蒙兒 刮大害出來 就幫他覆出 同一時間大害就找 落方而逃的狂十二 和壁木 就說我們合聯手一起 去對付華英雄他們 這個就是今期的ending 不定了 我覺得這件事還是很滑 但純粹是打那段 我覺得有點落語收拆 失望了一點 不知為什麼呢 兩段都是這樣 我以為第一 歸島就算了 因為剛開始 你還未能捉到 究竟應該怎樣玩 到這次 其實你都玩了這麼多期 都應該知道 大概 讀者想看什麼畫面 他最後都只不過也是這樣 有些想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但我覺得 中華英雄這二十多期 其實過了 過了貓寶版 沒有二十多期 如果過了貓寶版 應該就十二三期 差不多 好像是 質素其實算穩定 哪怕 剛才我雖然說 狂十二那張圖 是走樣的 如果以狂十二的樣子來講 但其實只看那張圖 其實畫得OK 只剩下他不像 我們之前在書中變成狂十二 可能他的設定改了也可以 他可以說 我想在這次狂十二 不是舊豬 那個只是純無痴 都可以說得通 但因為你一笑 你連樣子都變成了 他的面型都不同了 還有你之前這些 也沒有鋪過 其實有點難搞的 因為如果你的面容扭曲 其實真人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漫畫就會認不出 其實畫記高超如馬瑟 其實斷朗的時候 都會走得很厲害 如果斷朗 如果你封雲第二部尾 吃到龍炎那裏 他直接打在他的臉上 不滑 算數了 一方面 而且他的方面是長 拉長了 很奇怪 像陳銀劍一樣 很長 會有這樣的情況 很容易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只希望團隊可以保持得到整個製作的質素 我覺得陶姐在採稿那裏 或者分析那裏 他做得越來越好 如果阿寶能夠在打鬥的畫面那裏 阿寶 可以做得好一點 整件事的節奏拿捏得好一點的話 根本書會更精彩 這樣 Tony就說 十兄弟不是重要角色 Tommy Tommy就說 十兄弟不是重要角色 殺手組織才是重點 之後知道金泰寶 罩門才是重點 我又不覺得十兄弟不重要 在這一段美國篇來說 就算原著 即是舊主也不是很重要 你看你的重要是 我對劇情的需要還是什麼 但是他在佔蝙蝠 特別是在初期的時候 基本上他都是一個必須有的一群人 特別是抗十二 他整體來說 如果拉長故事去看 他是很契似的 但我覺得他這一篇是重點 因為主要是跟金泰寶對抗的主軸 所以就 樂宇修柴的味道重了一點 我只是看到這一部分 我還沒有看完後面的 如果你看完後面的 可能會覺得 這群人都是很功能性的角色 還有Tommy說 他知道金泰寶的罩門才是重點 我沒有記錯 他舊主好像這段沒有說到金泰寶 因為他後面的創作解說 是預早一點 透露一點點 鋪一鋪 舊主好像他練完四象珠仙邪弓之後 被人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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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好像沒有特別在曼克頓這一段 舊主好像不是曼克頓這一段 沒有特別在這一段說過 我真的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這樣吧 杜耀浩子 你打的那兩隻字是對的 屠姐是他們的一位女助理 還有新宗 我覺得每一期的封面都好像越來越精彩 尤其是金泰寶的封面是金泰寶的一頁 我覺得賽高是很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他有時候 他每一期都特別的 我覺得他每一期都特別有一個處理 是不同的 尤其是他近這幾期都是雙兩個封面的 美國之戰好像是掉了一期 但是我還沒回去試 有人說美國之戰的封面是拼不起來的 那我也不知道 那就看一下吧 我要回家試一試 就是這樣吧 那麼中國英雄就大概來到這裏 第一節的講慢 我只是幫到來到這裏 稍後回來繼續跟大家講講慢 對 對 我還沒有回去 你 對 對